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换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 在周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抗暴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2008年是奥运之年 对很多孩子来说 其实每年都是奥林匹克之年 不过他们所说的奥林匹克 并不是体育竞技 而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俗称奥数 自从十多年前奥数热开始出现 到现在奥数已经渗透进了 中小学的每一个角落 进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 奥数教材 奥数培训班 林林总总 但是前不久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杨东平对奥数现象痛下断言 他说奥数之害 远甚黄赌毒 那么一时之间 声讨奥数的声音不绝于耳 奥数到底怎么了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 有人爱也有人恨的奥数 周末的北京依旧是车水马龙 十分热闹 尽管是休息日 不过在北京的街头 到处可以看到 奔波在上课路上的孩子和家长 实际上很多家长都和田东侠一样 陪孩子上培训班 是他们度过周末的唯一方式 下午三点半中 孩子们下课了 成群结队地走出了学校 马路上很快就拥堵起来 附近的居民说 每个周末学生们上课下课的时候 这里都会堵车 孩子们告诉记者 他们有的是在学校办的奥数班学习 有的是在社会上办的奥数班学习 记者在北京 武汉 广州 南京等地调查发现 奥数班一直非常红火 有的孩子 甚至在学前就开始报班了 有的孩子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竟同时报了几个奥数班 三个班 那么星期五他上课上到五点 五点以后再去上奥数 从五点到九点 从六点到九点 我觉得大人都受不了这事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一个孩子上三个奥数班 对这些孩子和家长来说 奥数几乎像水和空气一样 已经成了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此多的学生家长追逐奥数 痴迷奥数 也让很多人嗅到了商机 我在百度里面就做了一个搜索 发现各种奥数的招生广告 多达几百万条 那么在这个几百万个广告的背后 又潜藏着一个多大的市场呢 来看一下 在北京市一些小学的大门口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数学英语 等各种培训班的广告 而就在这所小学门口的这条普通里 距离学校不到二百米的地方 就是一家奥数培训机构 尽管不止周末 但是这里仍然有家长和学生 在咨询奥数班的情况 这是北京市非常有名的一所教育培训机构 每个周末到这里上课的学生和家长都非常多 一间接着一间的教室 让人感觉好像来到了一所普通的小学校 特殊的是 教室里正在上课的不仅有孩子还有家长 从暑假开始 暑假然后秋季 然后寒假 然后再等春季 就是每年的话就有四个轮回 四个轮回 然后一般都得上是吧 对你要想学 因为树鱼这个东西 它跟别的还不一样 你上的话你就连着上 突然就跟不上是吧 对 这里是这所培训学校其中的一个教学点 仅小学三年级的奥数班就大约有20个 每个班上有30名学生 而事实上每个年级都有数量不等的奥数班 我们了解到 这所培训学校在北京市共有大约90个教学点 分布在北京城区大大小小的各个角落 另外除了北京还在武汉上海郑州等10个城市开设有分校 那么在这里读奥数的培训班 大概每个学期要花多少钱呢 1440是专家班 不长时间的课呢 1640 每次一个小时 两小时 每次两小时 那那个名师班是多少 800 1880 1880 1640 那一般上专家班的多还是武汉班的多呢 肯定是专家班的多 我们开课的话也是专家班的多 那也占一三分之二 在走访了多家培训机构以后 记者发现 尽管暑假还没有到 但是几乎所有的培训机构 都已经开始热招暑期和秋季奥数班了 暑期分是上多少次的呢 请问 15 如果按照每期奥数班的学费 1500元计算 一年春秋寒暑四个学期中 仅学习两期 那么一个学生学习奥数一年 就要花费3000元的培训费 据了解 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 有120万左右的学生 如果有60%的学生参加奥数培训 仅仅北京市 奥数催生出来的市场规模 就超过20亿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办一个奥数培训机构 一年少则有数百万的收入 多则有数千万的收入 不光是一个教育导向问题 还有一个利益问题 很多机构 现在就靠着教父读物的编写 来生存 比方某一个教科所 他一年的经费 三百万都来自于编这个东西 除了办培训班 奥数出版物 也是奥数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产业 一些大的培训机构 甚至专门设有寿书部 当然里面大部分书籍都是自编的 而记者在走访了多家书店以后发现 几乎每家大的书店里 都有一个长长的小学生奥数专柜 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奥数书籍 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 这些小学奥数教材的作者 有的甚至是大学教授和国际奥数委员会委员 更多的是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和专职的奥数教练 中国奥数高级教练 中国数学学会会员 新南交通大学的教授 南京大学数学教授 国学生导师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选题委员会委员 著名数学教育专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在这套奥数教材的作者介绍中 记者注意到 这位大学数学系的教授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就开始兼职从事小学奥数教学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这位大学教授 我从八几年就开始写了 写了后来又在逐渐慢慢的修改 很多次了 那您的那套教材 是不是重印了很多次 重印了呢 倒是这个 我看可能重印了 后来就被人盗版了不少 那您现在还在做奥数教练吗 因为我也年龄大了吧 我也不想学生我就没有教了 我只是跟老师教一讲课就行了 跟什么老师呢 就是小学老师嘛 小学的数学老师 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诱惑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么多的大学教授 兼职研究小学生奥数呢 在某培训学校门口记得发现 不少自行车的车楼里 都放着各种培训班的广告宣传单 重点中学老师做私教 这是宣传单上最大的卖点 精品数学班 一到六年级 十二次课一千八 一些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现在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 以及专职的奥数教练 非常走俏 请他们做私教 一个小时的费用通常是一百元左右 有的花钱都请不到 那是肯定有利益啊 人没有利益干嘛要来教书 奥数热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奥数产业链 有人戏称说 奥数班就是摇钱术 办奥数班是快速致富之道 实际上在奥数这个庞大的利益链条当中 有积极办奥数班的中小学 还有重点中学的老师 甚至重点大学的老师 以及社会上的奥数培训机构 和相关的出版机构 而奥数热的主角 孩子们在这里面又得到了什么呢 去年广州市对一千名少年儿童进行了一个梦想大调查 有的孩子的梦想 竟然是永远不要再上奥数课 在奥数班火爆的今天 奥数却成了一些孩子的噩梦 我爸妈要学的 学习不愿意 嗯 因为太难了嘛 很多都不理解 然后就是听着跟一头雾水就听不懂 嗯 有些是真的喜欢上 有些就是没办法才上 那大概喜欢上的可能就一点点 将两个自然数的叉乘上他们的鸡 能否得到数45045 这道成年人都很难轻易算出来的题目 是小学五年级奥数训练中的一道普通考题 奥数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简称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每年举行一次 作为一项国际性赛事 由国际数学专家命题 难度甚至超过大学入学考试 天天会让大多数的孩子产生一种挫折感 就是他认为他不行 他很笨 这个呢对孩子的发展是很大的伤害 事实上国内外专家公认 只有5%智力超长的儿童适合学习奥数 你把一个只适合有极少数人的东西 用来推广到大面积的进行来学习训练 这就是灾难性的 它会让很多千千万万的孩子 失去了对科学本身的兴趣 失去他们的好奇心 肖杰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数学研究 现在所有的奥数的东西 它不是引导孩子们对一种未知的这样一个探索 它是用人为的设置的一些题目来考导一些学生 大学的数学只用到中小学数学里面最基础的部分 只是阿杰也是课本上的一个基础的部分就行了 据统计自1986年五国正式参加国际奥数竞赛以来 共有101名学生获得金牌 近年来更连续六届获得团体冠军 但迄今为止这些金牌选手当中 没有一个人获得过授予青年数学家的菲尔兹奖 奥数热并没有为中国选拔出真正的数学人才 在清华大学记者见到这样一群优秀的奥数竞赛选手 因为在全国奥赛中获奖 他们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读书 然而记者发现在他们中间 未来真正想从事数学研究的却不多 到了大学我就开始想 我是不是真的就想做数学研究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样想的 然后我就稍微走到偏的方向 就走到运筹走应用那个方向去了 实际上我做的基本上就是 供应链和物流那一块的问题了 我应该也不会想做数学研究 就是高中的时候搞竞赛 其实是和大学学的数学不是很一样 然后我可能会以后就比较应用的方式 一项对全国奥数竞赛获奖学生的 跟踪调查显示 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 被保送到了大学的数学系 但毕业以后 大多数人从事的却是与数学无关的工作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数学家 王源告诉我们记者 一个人是否有研究数学的天赋 其实要到16岁左右才能够发现 现在几乎所有的小学生 都在学奥数根本就没有必要 国际数学大师邱成彤先生 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 曾经炮轰奥数 认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正在扼杀我们的天才 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深先生 在南开大学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中学生 向他请教奥数题 陈先生告诉这些孩子 我不会做 也许这是陈景深大师的自谦之语 也许这就是事实 数学大师为什么必须会做奥数题呢 那么连数学大师都不会做 也不愿意做的奥数题 为什么现在的中小学生 又都在抢着学呢 有时候在家里做题的时候 觉得太难了就想别上了 看到孩子这么辛苦 妈妈心里很难受 但同时也很无奈 作为家长不愿意去特累 孩子也特别麻烦 觉得做这题特别挺痛苦的 但是现在这种国家 硬是教育就这样 小生初必须得要拿点分数 虽然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 小学生初中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教育部门也三令五身 小生初实行就近入学 不进行择校 但记者了解到 目前很多地方的小学生 入读重点中学 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而奥数成绩则是重点中学 最看重的一项指标 我们现在的优质资源 也可能就是集中在几个重点中学 所以才导致了 那么这些小学的家长 都想上重点中学 都去挤 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但是肖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多年前 他送儿子上奥数班时的一个情景 尽管知道学奥数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小学生 用处不大甚至有害 但是和所有的家长一样 数学家们也只能很无奈地 让自己的孩子上奥数班 就像滔滔江水一样 你的孩子呢 只是这个江水里面的一个 一小块浪花 你不跟着他走 你就没路可走 虽然你认为 这个走向不一定是对的 但作为家长 我们是很无奈的 怎么呢 其实就是如果不上的话 它影响他升学 对 那当然了 不读奥数 就上不了好中学好大学 这个怪圈 左右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 所以尽管孩子痛苦 家长烦恼 但是大家还是一窝蜂地 学习奥数 因为奥数就是孩子们 上好学校的敲门砖 我如果从我的理解 我觉得是制度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咱们那考试制度 中考的 就是这个升中学的考试制度变了 然后考试的时候 却是不考奥数的内容了 那这些班 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动力了 是吧 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而这些因奥数竞赛获奖 而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读书的学子也坦言 奥数的确为他们进入重点高校铺平了道路 但是我觉得数学竞赛对于我来说 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就是首先它毕竟让我进了清华 高中觉得如果我硬考的话 要想考好一点的学校 危险性会比较高 然后以前有一点数学的基础 然后做一下 说不定可以蓬蓬运气 其实也是把奥数当工具了 当敲门砖了嘛 就在大家都把奥数当作上重点中学 重点大学敲门砖的时候 一些重点高校开始反思 对奥数这块好像很看好这些学生 这是事实 因为参加竞赛的学生 他可能有一些是很优秀的 但是有一些在学习上面 也存在一些问题 偏科是很严重的很普遍的 过不了两年教育部也会取消 这些学生的保送资格 因为问题确实很多 除了偏科以外 可能其他的问题也不少 是因为学校也意识到 这有一些问题 那你们是不是自己 也找了一些什么办法 严格的招生 少量的招路 其实绝大部分送孩子去培训班的家长 都知道并不代表着什么 国际奥数金牌的得主也告诉我们 他们并不是数学的天才 戳破奥数的这个泡沫并不难 为什么大家对这种猴子捞月式的游戏 却痴迷了20年还执迷不悟呢 因为在奥数的背后 是一场成年人的利益之争 教育机构靠着办奥数班敛财 研究机构靠着炮制奥数教材来赚钱 他们利用当前的择校机制 一手扮演了裁判 一手在扮演着运动员 把孩子和家长往奥数培训机构里面驱赶 20亿的巨大市场 这也许才是奥数有尽不止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奥数热不可能一下子就停下来 因为奥数已经形成了一个奥数产业的既得利益群体 利益如此之丰厚 谁会甘心将这个生财之门关上呢 利益一旦关联着机制力量就会无比的强大 无数家长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 把孩子送进奥数培训班 连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系主任这样的数学家 也不能够例外 面对着这样的事实 家长们只能够无奈地苦笑 而如果这个为奥数所利用的机制 不被彻底地打破 恐怕要达到奥数 也就只能是一个梦想 好 今天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两天经济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